Molly近日买入了$47 短线怎样看? 上网多少? 止蚀又应该是多少? 现时去看 股价表现有反复向上的状况 3月中的时候 低位是$31.4 现在已经去到$50的位置 以往累计的升幅已经有六成有多 属于一个强势的状况 现阶段去看 4月7日高位是$55 今个星期最主要是 可否再突破$55的位置收市 如果突破$55 可以进一步上网 3月初的时候 介乎$60-$62 倾向上的阻力才会比较大 但今天的调整幅度也比较大 某程度上 都是因为跟随着大市表现 现阶段去看 可以订下一个下望的位置 如果连续两天收低$48 才考虑理想 如果它不收低的话 就按照我们上网的策略来看 和太天栏后 可以确定 在旅行 一切好 赞 感谢观看